新的一年,你有什么计划呢? 谢谢。新的一年,你有什么计划呢?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把中文学好。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把中文学好。 一年之际在渔春,华人很重视一年的开始。 一年之际在渔春,华人很重视一年的开始。 这也就是我送你这本记事年历的目的。 这也就是我送你这本记事年历的目的。 你想的珍州道,我会好好利用它的。 你想的珍州道,我会好好利用它的。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OK。 那么我们上次学了这个一年之际在渔春,我们没有学习得很透彻,或者说没有很细地去讲一下这句话。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讲珍这个字啊,珍。 珍这个字,如果你喜欢看中国的古文, ancient Chinese, maybe text or word,那些中国的古代的文章,那你会发现珍这个字的出现的频率,或者说出现的次数非常的多。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个时候,在好几百年前,我们知和现在的得是一个意思。 或者说,只包含了得的意思。 同样,只可以,还有其他的用法,可以代指人啊,事啊,或者它没有意义,放在句子的中间。 就是让句子读起来更通顺。 那么,是有知,这样一个万能词吧。 啊,那么现在,啊,我们把这知词的功能开始细化。 我们开始说得,那么我们如果要把句子连接在一起,我们也不用知了。 我们还有连词。 啊,那么知在,呃,这个句子里的意思就是得。 一年的计划,啊,一年的计划,在于春天。 这是得的意思。 嗯,我们要在这一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啊,把今年我们要做的事情规划好,计划好。 这样,啊,一切才能有条不紊的在我们的计划中进行。 那么我们要,啊,早做安排,早做计划,抓紧进行我们的,呃,这样往后生活的一些规划。 嗯,所以一年之际在于春,啊,比喻的是凡事,啊,事情,all the things,要早做安排,啊,make some arrangements or make some plans as soon as possibl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year and do it quick. 那么一年之际在于春呢,就是这个意思。 嗯,同样呢,啊,他出自,啊,中国古代的这个人,啊,写的这本书。 不算要啊,啊,一年之际在于春,一日之际在于晨,啊,一年的计划我们要在春天进行。 那么一天的计划呢,啊,如果说一年的计划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规划,那么一天的计划对于我们来说同样重要。 啊,一日之际,一定要放在早晨。啊,起床之后,一段时间,把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规划好,做什么工作,需要学习什么东西。 这样对我们这一天,时间的利用都有好处。 这是古代的人教给我们的道理,还是要早做安排。 那么,这样的一个二天,啊,可以理解他的意思吗? 是, 。 OK。 好。 那么, 我们一句一句看。 这本记事年历送给你,祝你新年快乐。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 有些问题吗? 没有。 年历是什么吗? 我认为这句话是提示年历, 但是年历我认识。 好,好,好。 所以我试着把这四个字分开看。 其实中文里面有很多如果你觉得这个词是不是有点太长了呢? 那你可以尝试着一个字一个字的看,然后去理解它的意思。 比如这本,他说这本记事年历。 首先,如果我们不是很了解它整体的意思的话,你可以一个一个看。 记是什么呢? 记是什么呢?知道记的意思吗? Remember?是意思的。 啊,yes。 那么记除了有remember的意思,还有take notes of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先不去管它是哪种意思。 记是。 take notes of things。 take notes of things。 啊,就是为了帮助我们不去遗忘掉一些事情。 我们通常会把它用笔写下来。 那么就是说记事。 帮助我们去记录下一些事情,一些重大的节日。 有些重要的节日。 嗯,也认识。 嗯,也认识。 啊,也认识。 啊,都可以记在一些本子上面。 那么这里说的记事。 啊,知道它的意思了吗? is this good to understand? 那么年历呢? 年历呢? 嗯,关于年历和日历,嗯,我们区分的不是很清楚。 啊,我们有年历。 我们有年历。 嗯,等一等ma。 好,那么像晒, 在中国,in China,那么像这样的,我们就把它叫做年礼,年礼。 有一整年的日期形成安排的,我们都把它叫做年礼。 你看,这里有1月的,January,February,March,April,一直到December。 那么把这些全部都放在一张纸上,注意是一张纸,因为one piece of paper,maybe card,那么它就是年礼,年礼。 那么对比一下呢,那什么,为什么,那什么是日历呢? 年礼跟日历的区别它比较大,你看像日历就是以这种形式的。 你看,日历通常是以翻页的形式出现的。 那一次呢,只有一个月里面的天,比如,那么这就是1月的January,它一共有31天。 我们在这一张纸上,也就只能看到这31天的日程安排。 那么如果我们到了2月,if time goes to the February,we need to,you know,turn,we need to go to another page,go to the next page,which is February page。 这就是日历,日历和年礼的区别就区别在,这个是一张纸上呈现了所有12个月的日期。 这里呢,是可以翻页的,它有12页,1月2月一直有12页。 嗯,现在知道日历和年历的区别了吗? 那么历这个字,你看着熟悉吗?历这个字,this word,is it familiar to you? um,no.if we add some,some word? ah,uh,history? yes,那么就是说,历这个字不光是用于我们说记载各种事情啊。同样,它会记载从古至今发生的所有事情。 那么,in that case,我们就把这样的历叫做历史。历这个字是一个很神奇的啊,它充满了历史的沧桑,历史的厚重。 它一般是用来承载时间的这样,时间的交替啊,时间的流逝。 那么,涉及到这方面的,有的词我们会用历来去编字啊,主词。 so,this is history,and this 年历,日历啊,都是跟时间有关,都是跟历史有关。 ah,is it good to understand? I'm really sorry,老师。 um,your explanation regarding 历史,I didn't understand at all. I'm really sorry. ah,okay,okay,wait a minute. so,let's do this like the old ways,okay? maybe if it's on some ppt's and then it's good for you to understand. 啊,利益这个,利益这个,利益这个。 好,好。 好,好。 啊,利,它本来的意思,原本的意思是经历。 经历。 好。 好。 首先,利的第一种用法 is first usage,which is also the original usage. 它的意思是经历。啊,experience,progress。 我经过了什么东西。啊,我经过了一些什么样复杂的过程,我们就可以叫它历程。历程。历是指你经过的事情,经过的时间。啊,你的经历,your experience。 um,words like that. 啊,experience,after,not after. okay,you go through something,那么这就是叫你的历程。 if you go through something,then you have a历程。 来历。 那么,来历这个词是,这个词是比较,呃,用的也比较多。 我们说,你来自什么地方?where you come from?and what have you experienced?what have you gone through?啊,那么这些oranging,your background,your source,这都是来历的意思。 你来自哪里?你来自哪里?啊,你经历过一些什么事情?你有什么样的人生经验? 你来,来。 呃,来我们知道是从一个地方到离我们近的地方,对吧?从远的地方到近的地方。 那么如果把它,比如看在你在找工作,if you are looking for a job,那么你就是从你原来的工作,your original job,to this new job. then your new boss,he always want to know where you come from,what have you experienced,and what's your working experiences? 你的工作经历是什么?啊,你做过几份工作?啊,你擅长什么呢?你是什么样的人?那么这些就可以通通归,归,归结为你的来历。嗯,那么所以说,来这个字,就是指你过来。 啊,不管是时间上,空间上,啊,都是可以用在例的前面。啊,都是可以用在例的前面。啊,来历。啊,就是,you're something you went through,and your experience。 那么历程,历程,啊,这个,啊,理解来历的意思了吗? 是的,我明白。 是的。 是的,是的。 是的,好。